主料 高筋面粉280克 辅量 水160克 干酱母两小勺 鸡蛋一个 奶粉12克 盐1小勺 糖100克 植物油三条杠 黑芝麻80克 制作时间 2小时以上 芝麻洗净凉干 放锅里炒熟 碾碎 放植物油 白糖搅拌好带用 先用温水融化干酱母 再把面粉 奶粉小拌匀 倒入酱母水 倒入蛋液 用力揉成面团 展开不太容易深的包 在深就油破洞时 加入植物油 揉震破绽阶段 继续整治完全阶段就可以了 把面团放入大盆 盖上保鲜膜 进行发酵 当面团发酵剂原来的2 2.5倍打 挤出空气 分成12等分 用手整理成圆形 请发15分钟 把面团加点 包入芝麻馅 烤盘刷上植物油 把面包配放上 进行最后发酵 支援来两倍打 刷上蛋液 撒上黑芝麻 放入月热烤 180度的烤箱 上下火 180度 烫14分钟左右即可 烹饪技巧 最后一次发酵大约需要40分钟 个人的烤箱温度不一样 自己掌握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